第15届中国航展正在珠海火热进行 其中人民海军的展厅在本次航展上格外引人注目 据了解 这是海军在中国航展上的首秀 也是第一次开设室内展厅 在户外展区 中国海军带来了歼15T 歼15D等战斗机 均为首次公开亮相 多款战机为军迷观众献上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首批女舰载机飞行学员代表也在航展上露面 一露面 女飞行学员就马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他们可不只是展台上的颜值担当 大家如果想来海军展厅学习操控飞机 那就得乖乖听女教官的教导 连外国参展商都慕名前来 在模拟器上驾驶战机是非 当然 人民海军展厅精心准备的体验环节还有更多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种新型的小口径舰炮 单管30毫米舰炮 它既可作用于大型舰艇的进防火炮 也可以作用于小型舰艇的主炮 是对付海面小型舰艇的重要武器 那观众可以坐在舰首尾 进去地感受海军作战的十足火力 也可以以舰炮留下珍贵的很理念 井冈川舰是目前海军最大的综合登陆舰之一 它身旁是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 海南舰也被称之为海上巨无霸 海南舰的入列标志着 中国两栖作战力量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是05A式两栖装甲副机车 它优越的性能使其完全可以媲美于 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栖装甲战车 003型航空母舰 055型导弹驱逐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 海军组队的豪华舰队 吸引了很多军迷朋友前来打卡 9岁的四年级男生李明泽 就是一个海军迷 每一艘海军舰艇的名字 都能脱口而出 还跟伯母介绍各种功能 参观航展 海军是他的最爱 这海军舰队的海战篇里面 就形容的是海军很明有无畏 而且形容那个海军的实力 是国家发展的那种重大的威势 而且还可以体现我国的实力 实际上航展就像一座桥梁 展台上军人军舰展示大国实力 而军迷朋友也用一份热忱的心 来表达他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热爱和感谢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军迷朋友 在我们第一次海军展台 在这个珠海航展上出现之后 他们定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蛋糕 叫毕露蓝绿七十五彩 打造决胜海军 这样的一个标语 在这个蛋糕上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强国 强军带给我们人民带来的骄傲和自豪 也更加体现了我们工作的责任感和实命感 好好学习 然后呢发明一些新武器 然后呢把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 知识实力提高 国防实力提高 让我国的人民意识到国防的重要性 感谢观看